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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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各位早安啊 我现在在那个 我的饭店里面 下面就是我的那个 就是韩国我住的 楼霞 我的窗户旁边可以看到 那我今天就是要来开就是 我在那个 超商买的东西 有很多不同口味 这不知道是什么口味 这也不知道是什么口味 然后这个我有喝过 这是比较普通的口味 平常都是那个 绿色那一罐但我都是买蓝色的 比较低糖的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 大推大推大推 这个非常好喝 这个是咖啡牛奶我最喜欢的 只是它呢会让我觉得 有一点 不知道要怎么开 知道怎么开的人可以跟我说一下吗 然后就是 要把它打开 我有带自己的剪刀 如果我没带剪刀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开 把它剪开 我真的觉得这个咖啡牛奶很好喝 而且它才台币大概变二十几块 咖啡牛奶真的很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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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喝这个 最常喝的 最常喝的香蕉牛奶 咖啡牛奶 就是香蕉牛奶的味道 但是它的糖分没有那么高 它是低糖的 我比较少喝 绿色的啦 因为绿色实在是太甜了 好 下一杯 这个我就没有喝过它是什么味道 我想试试看 所以我昨天就买了很多 我喝喝看这个是什么口味 它也是咖啡 它也是咖啡 跟这个 咖啡牛奶比起来 这个比较甜 稍微甜一点 然后这个咖啡味比较重一点 这两个味道都还蛮好喝的 这个 这个味道不错 我喜欢 我喜欢咖啡的 再来最后一个啦 听说这个是他们季节限定的 季节限定的 紫色的 不知道是什么口味 看起来还蛮像葡萄的 好香 我说不出这个味道欸 好香 好香 有点蓝莓的味道 可是又不是全部蓝莓 然后又有点蓝莓 芋头的味道 不行啦我要叫车猪猪来鉴定 车猪猪你鉴定一下 这到底是什么味道 这个我有点喝不出来 车猪猪也说不出来 他还说了一个更奇怪的 芋头 好啦不知道这是什么味道 不过也是蛮好喝的 季节限定喔 如果你们最近有来的话可以买 然后呢我是觉得 这四种都各有各的味道 但如果总结起来呢 我最喜欢咖啡牛奶 可是因为我之前没有喝过这个味道 现在我觉得这个也蛮好喝的 因为这个咖啡味比较重 比较喜欢 这样比较提神 那就这样啦 拜拜 猪猪猪 海生这个月 海中水 海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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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里边 记得按赞按订阅按铃吧 这是我们的推键影片 快 拜拜 拜拜